恶魔花杂策的奇幻游戏 第一章,堕入恶魔游戏 苏婉是一位普通的上班族,每天的生活单调乏味 直到有一天,她接到了一封神秘的邀请函 内容是参加一场名为恶魔游戏的生死副本 她以为这只是一次无聊的网络活动 结果却被卷入了一场惊心动魄的生死游戏中 一进入游戏,她就发现自己被困在一个古老而阴森的城堡中 城堡内的每个房间都充满了致命的陷阱和怪物 而游戏的规则也很简单 成功过关的玩家将晋级到下一个副本 失败者则面临死亡 苏婉感到恐惧,但她知道自己必须尽快找到生存的方法 就在她绝望之际,她发现了一本名为《恶魔花杂策》的书籍 这本书的封面用金色的字体写着 拥有这本书,你将获得意想不到的力量 苏婉打开书籍,发现里面记录了各种副本BOSS的攻略方法 以及如何提高他们的好感度 第二章,攻略各路BOSS 苏婉开始利用《恶魔花杂策》中的资讯来应对各种BOSS 在她的第一个副本中 她遇到了沉睡千年的吸血鬼公爵 吸血鬼公爵有着强大的力量 并且守护着一颗闪烁着红光的宝石 苏婉知道这颗宝石是她完成副本的关键 但却不知道如何应对这位强大的对手 苏婉仔细研究了书中的内容 发现提高吸血鬼公爵的好感度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她用甜言蜜语和策略来接近吸血鬼公爵 逐渐拉近了彼此的距离 最终,吸血鬼公爵对苏婉产生了好感 并且主动将宝石交给她 让她成功完成了副本 随着副本的进行 苏婉遇到了更多的BOSS 她在第二个副本中遇到了镇压万鬼的少年鬼王 少年鬼王对她威胁重重 苏婉又一次运用了恶魔花杂策的攻略方法 逐渐化解了彼此的敌意 获得了鬼王的帮助 让她顺利通过了副本 第三个副本是血缘副本 苏婉遇到了主宰血缘的狼王殿下 狼王殿下有着无比强大的力量 苏婉又一次用花杂策的策略来攻略狼王 最终获得了狼王的支持 成功完成了副本 第三章,花杂策的神奇功能 随着时间的推移 苏婉逐渐掌握了恶魔花杂策的所有功能 当她的攻略进度达到一定程度时 她发现自己可以在任何副本中召唤她所攻略的Boss 这个功能让她在面对困难副本时变得更加游刃有余 在血缘副本中,她感到寒冷刺骨 于是她召唤了狼王殿下,让狼王为她暖脚 狼王对此毫无怨言 甚至主动帮助苏婉在副本中搜寻资源 在闹鬼副本中,她召唤了鬼少年 利用她的力量镇压了群鬼 使副本中的危险瞬间化解 这些Boss们在副本中都对苏婉的能力表示赞赏 并且愿意帮助她完成更多的挑战 苏婉也逐渐从这些Boss们身上学到了更多的技能和知识 让她在游戏中变得更加强大 第四章,副本中的意外相遇 终于,苏婉来到了游戏的终极副本 这是一个巨大的迷宫,里面充满了各种强大的怪物和危险 在副本中,苏婉意外地将所有攻略过的Boss们都召唤了出来 以帮助她面对这次挑战 吸血鬼公爵,鬼少年和狼王殿下齐聚一堂 他们在副本中互相看着对方 脸上都露出了惊讶的表情 吸血鬼公爵冷冷地问道,你们是谁 鬼少年和狼王殿下也相继发出疑问 场面一时变得颇为尴尬 苏婉则微笑着解释道 我在游戏中攻略了你们 现在需要你们的帮助 她说明了自己的情况 并且表示自己需要所有Boss们的支持 来完成这次副本挑战 众Boss们互相面面相去 最终接受了苏婉的解释 他们开始合作 共同面对副本中的困难和挑战 在这次合作中 他们逐渐彼此了解 也感受到了苏婉的真诚和实力 第五章,成功的中章 经过一番努力和合作 苏婉和他的Boss们终于成功完成了终极副本 他获得了游戏中的最高荣誉 并且被赋予了新的身份 恶魔游戏的传奇玩家 在副本结束后 众玩家们对苏婉的表现大为惊叹 甚至有一些人对他的能力感到极度 苏婉的成功让他成为了游戏中的明星 也让他在游戏的世界中获得了无数的尊敬和赞誉 苏婉回顾起自己在游戏中的经历 感到十分满足 他知道自己在这场恶魔游戏中 不仅获得了荣誉和成就 也收获了友谊和合作的宝贵经验 虽然游戏结束了 但他知道自己在这次冒险中的经历 将永远成为他人生中的一部分 故事的最后 苏婉站在游戏的讲讯台上 微笑着看向远方 他知道未来的道路仍然充满挑战 但他已经做好了准备 迎接每一个新的冒险和机会 他的故事将成为恶魔游戏中的传奇 也成为了每一个玩家心中的榜样 在游戏的世界中 他的名字将永远闪耀 他的冒险也将成为历史的一部分